短短五天之内发生了三起外送员的车祸 而其中两个人不幸死亡 真的是震惊社会 不少的外送员 其实就是因为本业的薪水比较低 出来赚外快兼差来贴补家用 但是每天在车阵当中冒险来回穿梭 他们的工作安全 谁来帮他们保障 谁来把关呢 不少的平台业者就认为说 和外送员之间的关系 是属于承揽关系 也就是说不需要替他们保牢健保 或者是付其他的保险 那么就遭到外界指引说 这根本就是假承揽真雇佣 劳动部长许凛春也终于料出了重话 强调说这个雇佣关系 或者是承揽关系 得看案例的实际情况 并不是业者说了算 但是劳动部似乎还在状况外 因为宣告两周内要完成七家平台的稽查 不过仔细看看 这七家平台当中 有两家其实已经停止营运了 这个消息的掌握似乎是慢半排 国庆廉假期间一年两起 外送员车祸身亡 外送高风险的工作环境 以及承揽纪约内容的漏洞 一一浮出台面 公司目前跟所有的外送伙伴 是承揽的关系 平台业者跟外送员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何 并不是平台业者说了算 劳动部汪洋补劳下令老检 双北市以及桃园老检处 机场UberEats和FoodPanda 检视契约内容等相关资料 外送员服务期间徐传制服 使用品牌保温箱也有一定的指挥关系 认定外送员和业者之间是雇佣关系 我们认为双方应该是有雇佣关系 这两家业者均持未提供劳工明卡 工资清测及出勤记录 如果确实他们不提供 属情节重大 分别给予最高罚还30万 100万以及45万 这三家是承揽 四家是雇佣 外送员到底他们的关系 还有他人数 这个部分我们会透过专案检查 去做厘清 劳动部对外承诺 两周内完成七家外送平台的老检 但看看名单里已经有两家歇业 Honors Beat 7月已经公告正庭营运 本土业者吃饱没 8月也结束营业 目前全台外送业者实际数字 应该是5家 比较一下目前两大外送平台 提供给外送员的保障也不一 UberEats鼓励外送人员自主投保 并没有统一规定 而Fu Panda全面帮外送人员保险 但有消息指出 这是在开始服务三到五天后才生效 外界也质疑会有空窗期 对此业者出面反驳 我们会确保外送伙伴在上线前 就获得应该有的保障 尽管短时间内 频频发生外送人员车祸事故 不过看看外送平台的新人报道处 想入行的人潮不断 到底该如何保障外送人员的安全 现在也传出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提出 会请市警局针对外送人员事故特别注记 提出进策方案来降低外送事故 记得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